做完畢之後,類似像這樣,1、2、3月 傳統流程是Ctrl-C、Ctrl-V 當然...有沒有切齁,再一次 傳統流程是Ctrl-C、Ctrl-V、貼來貼去 如果你這邊有100個工作表,你要貼100次 當然很浪費時間 所以要怎麼樣快速的全部幫你集中在一起 當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當然你如果不會中間程式碼不會 你可以用錄製的,再把它跟VBA做 做這個合併 我們最後做完類似像這樣 一定有個清除 清除應該前面有講過了 你可以給一個範圍,把它做刪除 對不對 然後再把資料全部切 就是說全部都把它合併過來 按下去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我們一直到91列,它資料就全部過來了 可以類似像這樣 又可以把它清除掉 按下去 OK 基本上這個動作當然很快 我們把這個動作 再把它 第一個就是按右鍵 這邊我是插入一個圖案 裡面如果我想知道聚齊 就是按編輯 右鍵,然後指定聚齊 編輯一下 我程式碼特別注意說 我要清除這個範圍 清除前面有講過,你可以跑回圈 那知道最下面一列就可以了 那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 我知道 清除是一個clear content 前面有講過 那我的範圍是哪裡呢? Range 刮虎一定是從A2 A2一直到哪裡呢? A2一直到1 1欄 我知道A2 到1的什麼呢? 1欄的最下面一列 可是我不知道 如果我不知道說最下面一列在哪一列 也許那個資料量一定是不可能是固定的 我不知道說到91 當然你這個91 後面這個數字如果不固定的話 我們一樣可以什麼? 可以去偵測 那偵測的方式 也可以有沒有放A1的儲存格 這前面應該都寫過 點end xdown 點ro 我就可以知道說最下面一列在哪裡 所以你把這個當公式一樣 將來的話就可以把這個範圍做清楚了 當範本參考 我發現各位將來 反正這些都夠用了 你們將來就把它套用套用 其實都很好用了 OK 第一步就是清楚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工作表整合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那這邊就有一個 我先一樣有沒有 就是把劇集錄完之後 然後再也是要插一個模組 再插一個什麼程序對不對? 程序一個sub 叫工作表整合好了 OK 然後呢 裡面 裏面 後 我